哈馬斯的武裝分子先鋒持槍 闖入以色列南部的軍事基地 試圖切斷乙軍的戰場通訊 同時間後方還有大批的哈馬斯 跨過邊境 滲透到以色列的境內 同時還發動空中支援 哈馬斯公布這段影片 他們發射多架輕型的無人機 目的就是要配合火箭 進行飽和轟炸 當然還有數不清的火箭 持續朝向以色列發射 哈馬斯想要以量取勝 癱瘓以色列人引以為傲的防空系統 夜空中筆直飛來的就是哈馬斯火箭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 鐵充防空系統發射飛彈 能夠追蹤搜索目標 呈現不規則撞的弧撞軌跡 不斷的攔截火箭 但是哈馬斯手上到底還有多少火箭 令以色列亞裔的是被封鎖多年的哈馬斯 不僅開火的第一天就發射了5000枚火箭 後續還有庫存不斷的追擊 專家就認為這些火箭大多是結構簡單的卡桑火箭 是在加薩自行生產 但是哈馬斯手上還是有不少的精密中程火箭 到底是哪些國家跟組織在背後秘密援助 以色列一邊向哈馬斯正式宣戰 一邊也要追查究責 TV陳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前面也要追查點 香港 Harrington 亨利 任何 北京 居 打 前面 70